環太平洋軍演登場 我們也率先抵達了當地 為觀眾帶來第一手報導 現場的最新交給主播陳寗 好的 東升新聞團隊 目前已經抵達了 夏威夷 檀香山 Pearl Harbor 也就是美國的珍珠港海軍基地了 那麼東升新聞是第一家抵達這裡的 台灣媒體要帶給您第一手的消息 今年的這個2022環太平洋軍演 為什麼如此特殊 如此重要呢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目前在 Pearl Harbor 你可以看到美國的林肯號 航空母艦已經停泊在這裡了 甚至後面還有一艘韓國的艦艇 那麼這一次的環太軍演 跟這個往年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像是之前在2020年的時候 疫情的關係整個是縮小規模 但是今年為什麼特殊 第一個它持久最大規模的 國際海上的軍事演練 而且全球26個國家來參與 不過不包括台灣 甚至對岸的中國都沒有被邀請參加 不過我們還是非常關注 因為這次有非常多我們周邊的亞洲國家參與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派出了高規格的艦艇 包括你看到澳洲是兩棲突擊艦 軍艦 潛艦 甚至日本跟南韓都有 而且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林肯號的後方 這一艘其實就是南韓的艦艇 那麼這次我們看到韓國的參演的軍力 包括了馬羅島號兩棲突擊艦 現在在我們的鏡頭上其實也可以看到 另外包括了世宗大王號 文武大王號 以及生意十號潛艦 還有日本的包括了初雲號的轉航母 還有高坡號的護衛艦 當然現在我們在林肯號上面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多的F18就停留在上面 而且其實光是在這裡待不到五分鐘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F22從空中呼嘯而過了 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啊 那麼夏威夷的天氣也是非常海島型的天氣 一下子下雨一下子晴天 不過呢其實這也讓我們感受到了 這個環太軍演呢即將是隆重登場了 以上是我們在這個夏威夷最新的觀察 我們先把時間交還給台北棚內 環太平洋軍演登場 26國精銳進出 38艘艦艦艇 170架軍機 25000名士兵海上真雄 威武的空前 東森新聞成因徐家康 中士庭 黃浩哲 前進夏威夷 美國航母05號 日本軍艦號準航母競爭直擊 第一首報導鎖定東森新聞51頻道